本來大家都不知道 你的要怎麼用就怎麼用 1500戶平均二點多個人 所以總共是3000多人進駐 順利的話 各位你再回去查一下舊的資料 原來的話是老人的住宅 那個是150床 150跟3000啊 差太多了 那個陳議員 就我所知那天在講的 他是要給誰住啊 他是青年為主哦 如果口頭上他是講青年 所以各位你知道青年 我剛才問了一下 現在那個住宅 出租是大概的 單人房一萬多塊 兩個人住的是兩萬多塊 那各位 三房型兩萬多 兩萬一左右 三房型兩萬億 三房型兩萬億 有規模嗎 各位如果這個真的蓋起來 三千 三千多人 各位你知道三千多人 假設在原來計畫 他今天為什麼弄這個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 因為現在大家講 在座比較少 現在大家說 年輕人變低收入戶了 你知道嗎 因為22K 所以 現在只是低收入戶 跟以前的低收入戶 好像有一點 不太一樣 變成年輕人的更高興 那將來來住的話 你可以想像 年輕人買房子 買不起 但是買什麼買得起啊 汽車買得起啊 夫妻兩個在上班 各買一部汽車 所以三千的話 就可能是六千部車子 那在上一次 在說明的時候 如果我沒聽錯的話 他講說 趙如果在蓋這樣 一千五百戶的話 應該停車位是一千多個 我沒有聽錯的話 那這個法規也不知道 趙規定是一千多個 但是因為他們評估以後 沒有這麼強烈的需求 所以才四五百個 我看才不對勒 應該是Double 一千五百多戶 應該是三千多部車 以我店裡的一個 單身的女性來講 她一個月領薪水三萬多塊 不少了吧 人家二十二K 她領三萬多塊 她租一個房子兩萬多塊 一個單身的 還有一部汽車 所以我經常煩惱她 不常吃 她平常省吃減用 吃都很省 但是沒辦法 蓄水兩萬多塊 車還比較安壯 車也要進去 所以未來這個情況 各位再想像一下 這個是蓋的是二十八層 什麼叫做二十八層 對面那個還賣不出去的 被廣磁VOT 害死的那一棟封液 十三層 二十八層就是二點多倍 所以我們這裡 這裡出去 可能看不到天啊 你知道嗎 因為這裡二十八層 這裡三十三層 三十三層就是 封液的兩倍半 這邊二十五層也差不多 封液的兩倍高度 所以我看我們這裡 拜也不用擔任了 我們這裡也要跟進 也是到時候也要蓋豪宅 不然你這裡四百 我們也要跟進嘛 四百嘛應該 當然這個是講久一點 所以我現在的問題是說 第一個 你那個停車位 你到底是 原來我聽 那天我聽到 口頭上聽到的 應該照規定 應該一千多位 怎麼變成 變成五百多位 簡單 未來是會不夠的 你想想看 現在年輕人 兩三萬塊 叫的就是一台車 沒有房子 還帶新興趣的 又豪宅 看起來有豪宅的架勢 至少要配一台車 一台車燙燙 問題是停車的問題 將來我看我們巷子 車都停好了 都慢了 都不停當了 所以這停車的問題 要怎麼樣來考慮一下 謝謝 還有第二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